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人民的选择》。 在我们人生中要做出不计其数的选择,这些选择有大有小,有的可能只是午饭吃什么,有的却是对于我们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 在做出选择时,我们往往会思考犹豫、举气不定,而当这个选择至关重要时,这种情况更是会被放大无数倍。 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干脆利落地做出选择,影响我们做出选择的因素究竟有什么呢? 人民的选择就是作者拉扎斯菲尔德在通过对同一批人群反复调查后,分析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选择上发生转变的原因, 并深入浅出地说明在大选前期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从而及时了影响一个人选择因素的一本书。 再来看一下书名啊,人民的选择,乍一看书名或许让人觉得这是一本政治类书籍。 其实不然,这本书的本质实际上是探查报告。 作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俄亥俄州伊利县耗时七个月,对当地选民的选举行为进行了研究调查, 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资料,最后他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分析得出了结论,于是创作了这本书。 在人民的选择中,作者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更是让本书成为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拉扎斯菲尔德是美籍奥地利人,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 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先后获哲学人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 其代表作有传播研究和个人的影响力,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等。 同时,拉扎斯菲尔德也是对后来传播学研究方法影响最大的一位, 更是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 他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也为传播效果、传播机制研究开提了道路。 在他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促成传播学的成功后, 传播学赢得了来自其他科学的尊重。 好,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兴趣帮助选民下定决心, 多重压力却是其左右为难。 第二个重点是,在激活选民倾向时, 报纸和广播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第三个重点是,亲友的力量、人际关系会直接影响选民投票。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兴趣帮助选民下定决心, 多重压力却是其左右为难。 1940年的美国总统选战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着。 作为总统大选前的官方拉票时间, 选战的作用不言而喻, 如何让选民把票投给自己也成了每个候选人最关心的问题, 或展望未来或抹黑对手,候选人各显神通。 可实际上,在选战刚开始, 就已经有人决定好将票投给谁了。 根据选民决定投票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选民分为五月选民、六到八月选民和九到十一月选民, 而十一月正是1940年选举的月份。 从这个分类中我们不难看出, 有些选民在选举的半年前就已经决定这是谁了, 而有的选民却直到选举临近才做出决定。 两者做出决定的时间相差了近半年,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调查, 他发现,对选举有兴趣的人多为五月选民, 他们在选择支持的候选人时更果断也更糟。 相比之下,对选举兴趣不大或者是并不在意的人, 往往会等到选举临近才决定投票人选。 由此可见,兴趣高低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做出选择的速度, 其实就算没有数据,这也并不难理解。 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有足够的兴趣, 那么就会愿意去深入了解, 然后权衡利弊, 继而果断地做出在我们看来最好的选择。 而当我们对一件事情不感兴趣时, 在选择时就会无从下手, 那么我们就会很难做出决定。 可事无绝对, 而且根据拉扎斯菲尔德获得的数据来看, 在对选举感兴趣的人中, 仍会有六到八月选民, 甚至还有九到十一月选民的存在。 想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引入多重压力的概念了。 什么是多重压力呢?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如果一个选民支持的候选者当选, 可以给其更多的利益, 可该候选者平行不断, 那么这个选民还要不要支持这个候选者呢? 或者,一个候选人实力出众, 可他却担任过总统一职, 连任可能会导致这个候选人独裁, 那么支持他的选民 还要不要支持他呢? 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不难看出所谓的多重压力, 就是我们常说的左右为难。 无论选择哪个候选人都有顾虑, 那么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下定决心的时间只能之后。 不仅如此, 因为侥幸心理作祟, 面对多重压力的选民, 往往会期待事情发生转机, 从而打破左右为难的局面, 使自己能够做出决定。 可是转机能不能来实在是难说, 于是选民就只能在等待中, 看着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 而且那些对人举感兴趣的选民, 在这段时间里会过得十分痛苦, 为了减缓这种情绪, 降低兴趣, 就成为了无法避免的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 下定决心越晚的人, 对选举的兴趣越淡。 好, 上面为你讲的就是第一个重点, 在选战中, 选民对大选越感兴趣, 投票的时间就会越早。 但是如果一个选民面临多重压力, 那么就算他对大选感兴趣, 投票的时间也会在犹豫中延后。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激活选民倾向, 报纸和广播起到的不同作用。 五月选民的存在, 无疑让候选人十分头疼。 那么抛弃五月选民不谈, 在选战期间, 候选人究竟可以做什么, 来影响选民的投票呢? 拉莎斯·费尔德认为, 选战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因为他可以激活选民的潜在倾向, 从而保障有投票倾向的选民不流失。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让选民意识到, 自己真正想选择的候选人是谁。 这就好比一个人喜欢吃辣, 可是吃甜食也不会反感。 如果让他一直吃甜食, 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但是只要给他上一桌穿菜, 他就会立刻发现, 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选战的作用就在于, 给喜欢吃辣而不自知的选民上一桌穿菜。 可是说来说去,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激活选民的潜在倾向呢?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年总统选举前的挑战, 似乎都离不开宣传。 可是宣传和激活潜在倾向有什么联系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那就是选民本身可能根本意识不到潜在倾向这个东西, 可即使意识不到, 在面对选举信息时, 选民还是会根据自己的倾向去接触了解。 而宣传的意义就在于激发选民的兴趣, 从而使其自发地关注选举信息。 因为关注, 选民往往能最大程度地了解到选举信息, 这就好像我们如果对一件事漠不关心, 那么就算接触了也不会留下太深的印象。 可一旦关注某件事, 那么很容易就会看到和这件事有关的信息, 甚至能在记忆中寻找到相关信息。 而当选民开始主动关注选举信息后, 就会发现选举信息多而杂, 因为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这个时候, 选民的潜在倾向就会起到作用。 面对宣传中的种种信息, 他们会主动寻找并选择自己更愿意接受的信息。 长此以往, 选民根据自己的倾向得到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多, 而这些信息往往又会佐证选民自身坚信的观点。 于是, 在潜在倾向的影响下, 选民得到的消息和被佐证的观点就会慢慢形成闭环。 最后的结果就是, 选民会发自内心觉得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错而做出决定。 说到这儿呢, 我们会发现, 在选战里极其重要的激活过程中, 唯一可以操作的步骤就只有宣传了。 毕竟在铺天盖利的宣传下, 又有几个人能不被出动的。 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使宣传效果最大化呢? 这就要从宣传方式下手了。 在选战中, 候选人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媒体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传达给选民。 而在1940年, 那个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 报纸和广播就成了宣传候选人的必要方式。 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表明, 广播的宣传效果远远大于报纸的宣传效果。 更多的选民在阐述更改线票时, 会说出从广播中听到这样的话, 这并不难理解。 文字的感染力很难比得上声音带来的代入感。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广播剧往往会比小说更受欢迎, 现场带来的冲击也比直播大得多。 说到这儿, 就不得不提拉扎斯菲尔德的发现, 报纸往往会在选战前期起到最大的作用, 而广播则是选战后期, 甚至临近选举时起到最大效果。 这又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回想一下平常阅读的时候, 如果反复看到同一个字眼或者观点, 我们是不是就会下意识地关注呢? 而在关注后, 当我们发现这个观点我们完全无法认同时, 是不是会对说出这个观点的人不认同? 这种情况放在选民身上就成了, 我看报纸时, 发现这个报纸总是夸奖我不喜欢的候选人。 这个报纸根本就是为了宣传这个候选人, 一点都不客观, 所以慢慢地, 部分选民就会放弃通过报纸来了解选举信息。 可如果这么说的话, 报纸对巩固选民不就变成了很有优势了吗? 确实如此, 但对于没有倾向的人来说, 一件事被反复提及是莫名其妙并且让人厌烦的。 可在选战期间, 报纸为了更好的宣传候选人, 类似的信息被多次提及是难以避免的。 长此以往, 选民只会觉得厌烦。 不仅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 选民能获取的信息也会高度重复, 这就会直接导致有效信息减少。 所以, 他们只能选择其他的途径去接触信息, 这就难免会有人改变投票人选。 所以, 只有早就决定好投票人选的人才会一直看报纸, 其他选民都会主动或者是被动地选择其他途径, 也就是广播来了解候选人的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报纸在选战后期 影响越来越小的原因。 那么如果在广播中反复地出现支持某一个候选者的言论, 就不会被厌烦吗? 很大概率不会, 因为报纸上的文字就在那里, 选民厌烦它也不会消失, 可广播里的声音很有可能稍不注意就被忽视了, 因此, 重复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降到最低。 不仅如此, 报纸上的信息无法被改变, 但是广播往往会根据最近的实践调整言论, 这无疑能在最大程度上宣传候选人。 实际上, 广播相比于报纸最大的优势也并不在此, 而是相比于文字, 我们会更愿意相信听到的信息。 因为这是我们在接收信息时, 会下意识地产生防备, 也就是不会对媒体宣传的信息全盘接收。 而在两种方式中, 阅读报纸是主动获取信息, 可是听广播呢, 有时却是被动获取信息。 而我们面对被动接收的信息时, 防备也会降低。 所以在前一幕话的影响下, 在选战后期, 广播的宣传力度就会达到最大化。 好, 以上就是本述第二个重点, 激活选民的潜在倾向, 对选战来说至关重要。 而在激活的步骤中, 宣传是最重要的。 1940年的美国只有报纸和广播两种宣传手段, 其中, 报纸在选战前期影响更强, 而广播在选战后期作用更大。 下面来问你说最后一个重点, 亲友的力量、 人际关系影响选举式的优势。 总统大选和每个选民都息息相关, 可谁当总统, 对选民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没有当选, 真的会对选民造成什么实际上的损失吗? 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对多数人来说, 最重要的肯定还是身边的人和事。 因此呢, 就算有了投票选总统的权利, 对大多数人来说, 实际上也并不是多值得重视的事。 而这类不在乎无所谓的群体, 正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 这似乎很奇怪, 不在乎就不会去了解, 连了解都不了解, 最大的可能就是随便投票, 为什么会容易受到影响呢? 因为人际关系在人的一生中, 总要和不同的人建立联系, 或许是同事, 或许是朋友, 或许是亲人。 在这些人中, 没有一个人对选举感兴趣,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而不感兴趣往往意味着没有倾向,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说动, 自然是没有倾向的人,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样也行, 那样也行。 那么如果一个对某件事兴趣盎然的人, 和一个毫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 会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 一个人非常喜欢某个偶像, 而他的朋友对这个偶像毫无兴趣。 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在他的朋友面前提起偶像? 当然会了, 不喜欢的人推荐给朋友是人之常情, 也是我们常说的安利。 那么在选战期间, 被朋友安利了某个候选人, 不也是十分正常的事吗? 而且由于与朋友交友时, 往往有面对面的优势, 所以说在一般情况下, 安利候选人的行为并不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因为只要对方稍微表现出不耐烦, 就会被观察到, 因此呢, 最后的结果往往会是, 两个人手拉手一起投, 同一个候选人。 朋友如此, 亲人的影响就更大了。 如果说一个选民的家人都支持同一个候选人, 那么这个选民也很难不支持这个候选人,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多, 首先我们要明白, 当一个人本身并不在意选择的结果时, 为了家庭和睦, 会愿意做出让步。 不仅如此, 人在成长过程中, 往往会受到来自长辈的鼓励和教导。 那么在投票时, 如果有性爱的长辈做出了选择, 跟票也变成了合理的行为。 在这种时候, 与其说是投票给某个候选人, 倒不如说是投票给了新来的人。 抛开这些不谈, 人还有从重心理。 当身边的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时, 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做出相反的选择。 这并不是一种妥协, 而是为了获得胜利做出了选择, 因为人数多往往意味着更大的优势。 实际上, 从重心理和跟票行为在家庭外也同样会出现, 只是程度相比于在家庭中会轻微很多。 而在人际关系网中还存在另一种影响, 意见领袖的影响。 即, 如果选民身边存在一个意见领袖, 那么他会对选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要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首先明确意见领袖的概念。 意见领袖是指在一个团体中, 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信息, 并传达给身边亲友的人。 那么如果在选民身边存在一个意见领袖, 选民就算对选举毫无兴趣, 也会被动地获得信息。 也就是说, 意见领袖的存在会代替宣传, 起到激活选民潜在倾向的作用。 由此可见, 人际关系之所以被称为影响选民做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因素, 都往往可以从多个方面迫使选民做出选择。 毕竟, 面对亲朋好友的轮发轰炸, 恐怕没有谁能不做出选择。 总而言之, 影响一个人做出选择的因素有很多, 从个人的兴趣爱好, 无孔不入的宣传到人际关系的影响。 仔细想想, 我们做出的每个选择, 其背后和这些因素有千丝万类的联系吗?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为你讲的第三个重点, 影响选民做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人际关系。 亲人, 朋友和意见领袖, 往往容易诱导那些没有意见倾向的人, 做出他们认可的人选。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了解到, 兴趣是最初影响选民做出选择的因素。 因为感兴趣, 所以选民会去了解并根据自己了解的信息迅速做出选择。 可在选择的过程中, 选民因为受到多重压力影响, 所以常常会举棋不定左右为难, 并且期待事情会发生转机。 但是转机不常有, 所以选择的过程就会在等待中被无限地延长。 其次, 我们讲到了, 在选战中, 激活选民的潜在倾向有很重要的意义, 而所谓的激活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宣传引起选民兴趣, 使其自发地关注选举信息, 并做出决定的过程。 因此呢, 宣传就变得十分重要。 以1940年大选为例, 当时的主要宣传方式为报纸和广播, 两者各有利弊。 报纸在选战前期起到作用更大, 而到选战后期, 广播能影响到的人更多。 但是总的来说, 广播起到的宣传效果要大于报纸。 最后我们讲到了, 在众多影响选民做出选择的因素中, 起到最大效果的因素是人际关系。 运用人际关系宣传候选人, 往往会获得面对面交流的优势, 而这可以在最大限度的降低选民的抵触心理。 不仅如此, 为了保障人际关系的和睦, 选民也会愿意做出退让。 如果这时, 选民信任的人做出了选择, 那么他也会跟票。 抛开这些不提, 在选民的人际关系网中, 如果存在意见领袖, 那么十有八九, 这个选民的潜在倾向就会被激活。 在这些原因之下, 人际关系对选择的影响就达到了最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掏剧场。 感谢观看